现在就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 电视剧电影层出不穷 各种题材的影视剧都渐渐地进入到了观众的眼中 但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 对于导演和演员也是有了新的挑战 所以在竞争力如此强的影视圈 选角成为了新的难题 因为流量明星的演技实在是堪忧 实力演员流量不行 所以不少电视剧因为选角问题迟迟耽搭搁 而万众期待的《前半生2》就是其中一部 《前半生》作为一部经典的电视剧 因为是这种题材电视剧的先锋者 不仅从剧情还是演员的演技 其实都是值得人推敲的 并且在剧中的一些人物的情感纠纷 直到现在依旧是值得人们思考与热议 所以《前半生2》的筹备是万众期待的 因为这部剧有了前面的铺垫 所以在推出续集的时候依旧还是看点满满 并且在续集中罗子军与贺涵 以及唐金之间感情的羁绊 人性的挣扎则会更加突出 以及对于陈俊生与玲玲之后的婚姻状况 所以大家都在期待 五年过去了 《前半生》也要迎来第二部了 本以为是原班人马的回归 结果在简介的演员表中却发现 女主角马依丽已是被替换成了刘涛 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不是因为刘涛的演技不行 只是因为马依丽饰演的罗子军 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并且两人给人的感觉是有所不同的 马依丽的演技比较自然灵动 而刘涛的演技 则是比较偏向于女强人的感觉 起初在罗子军 还是一个傅太太的样子的时候 马依丽生动形象地 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本地上海傅太太 在和陈俊生离婚以后 直接是一个大转变 被迫地扛起生活的担子 面对曾经说让自己享福的男人 只觉得无情与无助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罗子军终于决定走上法庭 与前夫陈俊生争夺起 自己儿子平儿的抚养权 看着在法庭里 依旧是吵吵闹闹的妈妈薛珍珠 妹妹罗子群和妹夫白光 在想起陈俊生方的控告 罗子军的心绪难平 最终决定放弃了 赵念律师写给他的底稿 含泪在法庭上说出了 自己对于儿子 对于这个家庭的心声 在这段表演中 马依丽处理得十分厉害 不仅在表演中有了层次感 从刚刚走进法庭的那种 不安无措 以及看到在法庭吵闹的家人 看着律师那张 没有人情味 只有密密麻麻的小字的时候 以及在袒露自己内心想法的 真情流露与哭诉 表示自己现在 虽然是经历了婚变 经历了求职 但是为了孩子的抚养权 他依旧是在隐忍着自己的泪水 说着自己会将自己 所有的爱来对平而好 即便这个家庭 看起来鸡飞狗跳 但是它依旧是让人感到 踏实温暖 马依丽的表演 让不少观众感同身受 纷纷评论 不自觉跟着一起哭了 马依丽的这一段精彩爆发 更被称赞是哭戏哭成教科书 不仅如此 在不同情景中 马依丽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 是有变化的 是细腻的 在陈俊生提出离婚以后 直接是几天不回家 罗子军为了挽留他 跑去公司找他 在与陈俊生的谈话中 罗子军几度哽咽 他的眼角中有着泪花 却努力地隐忍着 把一个女人委屈 却又努力维持自尊的样子 展现出来 以及在超市求职的时候 罗子军为了儿子 已经变得坚强 突然从一位富家太太 转变为超市的销售员 这种屈辱以及不甘 在他的心里蔓延 他努力忍累 笑忠带累 连超市员工都说 他笑得比哭还难看 这种细腻的情绪 马依丽简直就是信手拈来 而刘涛与马依丽想比较 其中不免是有些不同 他们之间也是有过 精彩的对手戏 在《还珠格格三之天上人间》中 马依丽扮演的是夏紫薇 而刘涛则饰演木莎公主 并且刘涛与马依丽的戏录 有所不同 刘涛早期也是实力派演员 他饰演的木莎敢爱敢恨 阿珠也是温柔善良 因为这两个角色 让他迅速走红 于是也拍摄了很多的电视剧 随后因为结婚的缘故 于是刘涛渐渐地淡出影视圈 随后因为自己老公的破产 刘涛对外宣称 自己要重出江湖 于是用狼牙榜欢乐颂 直接将自己的名字 重新打了出去 虽然都有迅速地翻红 但是他的问题也是浮出水面 因为大家在之后他的作品中 看出他的表演太有局限性了 在革命剧《大决战》中 刘涛格格不入的演技 直接成为了该剧最大的败笔 直接是将观众对他的影响 大打折扣 引发了大众的一致吐槽 甚至曾经喜欢他的观众 也忍不住地提醒他 先不要接戏 多多打磨自己的演技 千万不要再敷衍糊弄人了 不仅如此 在得知他与靖东一起搭档 演《前半生二》的时候 网上的呼声也是越来越大 有的人认为 这是谭宗明与安迪的再次碰撞 是狼牙阁的令晨 与霓裳公主的在一室的会面 但是更有观众在呼喊 观众不要再让这两个 演戏王八蛋在一起了 而这个称号是网友们 给他们起的 讲的就是已经被固化的演技 从表面看 他们演技都很好 确实是很会演戏 可是演戏之后 他们演什么都感觉一样 他们什么角色都能演 却永远都是一个感觉 就比如靖东 他演的伪装者 直接是将他推向 实力派演员的那一栏 但是在之后 他也演过大大小小的角色 但是一直给人一种 霸道总裁的感觉 在都市剧中 无论靖东演的是谁 所有的气质类型 甚至给人的感觉 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像是金星曾经调侃他一样 我最喜欢的男演员 也最让我失望 金星在自己的节目里说 靖东近几年演的角色 大都雷同 都是很漂亮 很潇洒 给我灌一大堆鸡汤 但是没有什么突破 就连观众都表示 因为饰演的雷同 性情十足 戏服反复出现 让观众根本分不清是哪部剧 而他的粉丝观众 开始对他的表演 产生审美疲劳 对剧中 靖东的精英形象 不再感冒 而刘涛就更不用说了 在所有的都市剧里 刘涛几乎只有一个身份 就是女强人 无论是妆容 还是演技 都是只有一个感觉 都是一种 接近失败的感觉 或许是听到了 观众们的呼声 刘涛就开始了转变 在开端中的刘涛 完全将自己的缺点 暴露在大众面前 这部剧在一开始的宣传的时候 就是看点满满 在播出以后 剧集也是看点满满 循环感十足 而刘涛的演技 受到了大家的差评 因为之前的刘涛 没有饰演过 这种严肃的政府官员 所以大家对于他是十分期待的 在剧组宣传的时候表示 为了能够表现出这种局长的威严 所以在他的装造中 直接是加上了干练的短发 和无边框的眼镜 在剧集播出来以后 看见刘涛 大家直接是震惊了 因为刘涛的短发 就像是在大街上随便买的假发 不仅做工粗糙 甚至还有点刻意的感觉 而且刘涛戴上眼镜以后 直接是看不出来任何的眼神戏 对于演员来说 眼神戏是十分重要的 是一个演员的灵魂所在 虽然有眼镜的遮挡 但是有实力的演员 依旧是有实力 将自己演绎的人物 完美地展现出来 但是刘涛并没有 有的只是一些皱眉 大声吼叫的情绪 以及那种 没有任何精神的空洞眼神 作为一个案件的主力局长 他的心思一定是需要 缜密的逻辑思维 是发达的 甚至是杀法果断的 而刘涛的表演 却是一个屁股似乎离不开椅子的 经常发呆的 整部剧只有准备要剪这句话 他的出演仿佛不是在突破自己 而是在为了走过场挣薪资 不仅如此 在一众戏谷演员的比拼中 刘涛也没有在县委大院中 一强则强 反而依旧是在那一种表演之中 刘涛饰演的是县委宣传部的部长 刘涛在剧中的表情只有两个 一个是皱眉头 一个是眯眼睛 只有这两个动作 直接贯穿了刘涛的整部剧的表情 或许是刘涛十分想体现出来 女干部的威严 但是他却不知道表演出来 所以在故意通过这两个表情 来演出那种威严 但是他的这种用力过猛的表演 依旧是差评一片 其实刘涛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表演太过于公式化 也太过于刻板 一直都是游离于角色的表面 从来没有深入角色其中 感受到人物情绪的变化 在他的表演中没有实际的内容 所以导致观众们 看了刘涛饰演的角色之后 都是很出戏 所以对于静东与刘涛的再次合作 是有包有匾 有的人期待他们带给我们 不同的感官与故事 有的人恳求导演更换演员 不要败坏第一部的观感 而马依丽之所以不再出演前半生二 其实也早有预告 在马依丽出演完前半生以后 网友们都在讨论 马依丽在结婚以后 就已经淡出演艺圈了 在与文章离婚以后 也是一蹶不振 没有见他发表过作品 除了离婚 就没有别的大事情发生了 所以马依丽之所以这样 网友们都认为 是文章害的马依丽变成这样 于是直接跑到文章的社交平台评论 随后在剧播完以后 就有网友去催马依丽 赶紧出演第二部 当时的马依丽也进行了回应 她表示 不要期待我演我的后半生 女人的后半生应该由自己书写 她的这句话 本以为是一些激励的话 如今看来 或许在那个时候 她就已经决定不再出演了 而前半生直接导致文章无辜躺枪了 面对前半生二的即将开拍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